不是 你换 那是不是我的鸭的 他在桶下面 鸭子 没事 你看看 还有 这个还有 那是5块钱 2斤 3块钱一把 这一早上 哎呀 妈呀 堵车呀 来晚了 来晚了 好几步来找我 找我的 这家我没找着 来好几趟 3块钱 那是一把3块钱 对呀 我家不上菜 没有上菜 都是下来啥玩意 卖啥玩意 哎 早上让一个 阿姨啊 给我点啥了 一块钱一把 一块钱一把 对 看还来点啥 你再给我拿一把 都叫 好嘞 行 给我拿个兜吧 轻轻拉拉一上午 马上卖煤了 这家伙 全剩袋子了啊 收摊了 我家这袋子 愣大道顶都没人捡 我跟你说 就这袋子 真是 给大家看一看 就剩这一点了 哎呀 这是南方的空心菜啊 咱东北呀 没人认的 我妈买完粉就中了 东北人呢 没人认的 南方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卖多少钱 但我现在就这一把一斤 一块五毛钱 卖不动 没人会做 关键是 然后吧 就是卖完了 马上就跟大家聊聊 我前天有事 那个给大家是不代购吗 然后我妈在这卖的 有个人买的魂像 一共是五把魂像 要了它四块钱 正常都是一块钱一把 然后呢 他回家抄 隔两天来找我来了 一块五两把就是这一点的 然后来找我来了 说我妈卖的这个 这个你看这都是抄完了 这都好的 抄完了 他回来找我三隔两天了 他说这个抄完了之后有啥有啥问题呢 说有柴油味 如果我家这个菜 就是他买的时候是生的 要是有柴油味 咱就有啥说啥 你能买吗 就这个菜 你拿过来 有柴油味 你能买吗 那柴油味多大呢 哪个能有柴油味 抄完了他说有柴油味 回来来找我来了 哎呦 我真都不愿意跟他这样了 大早上还没开张就来找我 我说我给你退 我给他退了四块钱 真的 真是欺负我 要是我妈我妈就得拿拐杖打他 你知道吗 欺负人周围的左铃右舍的 都跟我说不能给他退职 我差哪儿啊 你这买的时候 根本就一点柴油都没有 咱们就焯完了就有柴油味了呢 这不欺负我吗 你看 那我是了爸爸 每次都很开心的时候 看到乐乐 很多时候 作为一个家长 看到一个希望 好多不开心的事 都会烟消云散 就说今天早呢 我今天开车 就是有点点车 来得比较晚 然后呢 五点半我才到早这儿 还没开张 然后呢 就碰见一个阿姨 这个阿姨该说不说 拿着的菜啊是我家的 浑像 他说这个浑像啊有柴油味 我不明白 可能是我这个 上的学也不够多 但可能我的支持属于家也挺那么高 我想问问大家 就是说 换位思考 如果是 您要买了我的菜 当时要有柴油味 你当时能不能闻到 就是说你闻到了的情况下 你还能不能买 我就想问这个事 但是我看这个阿姨啊 就是说 可能也不是那么如意啊 就是说不想闹得不愉快 然后闹得吧 大家都在这看 看热闹 也看他的笑 如果大家都围上来 一五一十再说一下 说这个东西 他说有柴油味 大家要是说 问他当时有柴油味 你还能买吗 他咋说呀 他咋解释 你说这个东西要当时有柴油味 大家问他 那你还买呀 你说他怎么解释这个事啊 我就不明白了 就是说这五块钱呢也不多 我给了五块钱 我也不能穷死 但是他得了这五块钱 我想他也不能付了 就是人啊 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啥样 谁啥样 老天 被看着 是不是 你在我这块帮五块钱没事 但是有一天早晚会找回来 我就相信这个轮回 就是说今天呢 想想就来气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 如果我要是换作别人家 隔了两天 你说这个太不好 有没有人给你退 我就说这个事 就是说人要老实 我就希望 欺负我几次 再欺负我第二次 真的 肯定不好吃 好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吧 就想大家给我评论一下 今天早事 放给一个 阿姨 真的 我要说的胡搅蛮缠吧 真没识说 太欺负我了 给我评论一会 谢谢大家